你竟然想篡权夺位 原来想要篡权夺位的不是翼王 而是你 父皇 本宫是太子 是接替父皇的下一位储君 本宫可从没想过篡权夺位 没想过 许是以前没想过 但这几个月来 恐怕你是日日想 夜夜想吧 要不然 也不会收买了朕身边的冯啊 朕为了能让你这个长笛子登上地位 折了翼王的羽翼 学了老四的权利 放任老三游戏人间 没想到 到最后 却养出了个没心没肺的狼崽子 不但是没心没肺 还是个没有种的狼崽子 如此 你竟还敢肖想地位 肖想朕的江山 太子手指紧紧攥着 因为那句没有种 激起了他极度的暴怒和冷知 父皇 儿臣筹订覆了这么多年 无论是江山 还是地位 儿臣坐定了 果实 把太子给朕拿下 立刻拿下 朕要拨了他的太子之位 清凌沉稳恭敬地站着 一动不动 像是完全没有察觉到 御书房里的异样一般 皇上看着清凌的神情 身体俱阵 不敢置信地手指颤抖 你 你也是他的人 他自始至终都不是父皇的人